第25届金曲女歌手奖 五位入围的都实力坚强 像是要来争夺第四座奖项的蔡健雅 对上的创作歌手戴佩妮 跟曾经打背王妃跟张慧妹的杨乃文 而另外两位女歌手佳佳跟何韵诗 实力也不容小觑 回后歌声真诚动人 歌后蔡健雅再度入围金曲女歌手奖 要来争夺第四座金曲奖座 新秀佳佳首度入围金曲奖 微闻嗓音唱红许多偶像剧也不容小觑 第25届入围金曲女歌手奖的 还有杨乃文戴佩妮跟何韵诗 老江新秀各个势均力敌 我觉得戴佩妮不错 很有她自己的个性 她唱她的音乐很流行 但又很有个性 音乐人陈子红相当看好创作歌手戴佩妮 认为她嗓音温柔但又很有个性 来自香港的何韵诗忠信歌喉 同样实力派 不过力挺杨乃文的音乐人黄国伦去批评金曲奖评审制度 不应该有少数人决定这么大的奖项 这不公平华人圈瞩目的金曲奖 人人有机会 各个没把握 记得张哲瑞许终于台北 看不懂